当日,王妃摔倒一世,傅明华等人心知肚明是谁所为?其实,张某也是知道的。 在此之前,荣妃身侧的内侍王腾亲自去了太医署,点名要他为荣妃熬一剂补身的汤药,还声明除了他之外,旁人不得沾手半分。 而当时太医署中另一位太医令周济,则是因为林德殿中,中午君王一时不察,撞了暗击,而被人匆匆换了过去。 紫兰殿出试试,派人来换张某那会儿,张某被心中已经有些隐约的猜测了。 王腾前来传荣妃口遇事,曾与他交代过,汤水早不得时辰,也晚不得时辰,需要他亲自看护,若误了荣妃的大事,必会为他试问。 太后宫中传令的人来的那时,张某看管的药剂,若是照王腾所说,还得要一刻多钟才成。 张某当时便知荣妃的心意,荣家的人性脚多诈。 他问了传令的人,得知太后身体有恙,秦王妃又摔了一脚事。 虽说明知自己前往,可能会得罪荣妃,但人命关天,更何况,到时他若拖延不去,秦王妃要是有个好歹,到时秦王追查起来,他依旧脱不得干系。 医者人心,张某想了想,当时仍是提了药箱匆匆赶去,如此一来,却是开罪了荣妃了。 当日,荣妃看她的眼神,仿佛在看死人似的。 宫里,李敖替荣妃按着肩膀,轻声地在她耳侧说道, 秦王妃派人赏赐了张某。 荣妃眯着眼,微微地就笑了起来。 荣妃面前摆了一盘才补好的柑橘, 那味道,闻得李敖都觉得牙齿酸软,直吞唾沫, 她却是吃得面不改色。 一旁,鲍妍半跪在地,举起双手, 摊了帕子在荣妃面前,接她吐出来的子儿。 上次张某,连个太医鼠的人也要拉拢吗? 荣妃将手伸出来,鲍妃便取了帕子在热水中拧过了, 将她线长如萧葱根似的手指一一擦尽。 莫非是我太看得起她了, 还是她至今走投无路, 见皇上当日对我多有庇护, 慌了神了? 荣妃拧了眉,细细思索一番, 就怕自己错估了傅明华的心事。 嗯,算了,无论如何,张某是留不得的。 之前,尚明给的教训还不够。 她捂了肚子, 李敖看她这模样, 不由便轻声地道, 这些单句虽好, 但您还是少用一些吧。 荣妃轻声笑起来, 这些话呀, 就不要再说了。 让人吩咐少明, 再送些入宫来才是。 蓬莱阁的人不就是想听这个事吗? 我索性啊, 让他们再猜一些。 李敖听了这话, 身体一抖, 荣妃语气温和, 里面的警告之意, 她却是听出来了。 她低了头, 应了一声, 荣妃身体不见好, 每日洗食酸骨, 饭食难尽, 家安帝担忧她的身体, 照了张某进攻, 毁她枕脉。 银大房缘故, 荣妃娘娘说, 她已领医术精湛, 并已私陷计外, 另一端, 则悬生出内殿之外, 由她已领莫斯而枕脉。 今日这样的事, 宫内外都已经传开了, 子更也得了消息, 进来说与傅民华听。 薛嬷嬷听到此处, 叹了口气。 啊, 什么悬丝阵脉, 不过是荣妃借骨声势罢了。 傅民华指尖轻挫, 听了这话, 也不出声。 她早料到, 荣妃不会善罢甘休, 定会难为张某的。 当日张某匆匆赶来紫兰殿, 虽说, 傅民华摔倒之后, 没有大碍, 张某也并没有多少功劳, 但荣妃仍既恨在心, 可见起雅子必报的性格。 可惜太一令了。 余嬷嬷也说了一句, 薛嬷嬷听到此处, 看了傅民华一眼, 王妃觉得, 张大人可能活得下来。 张某此人医术高明, 性情敦厚, 若就此丢了性命, 也实在是有些冤枉。 当日张某开罪荣妃, 虽说并没有救助傅民华之功, 可其心意, 傅民华身边的人都是要领的。 傅民华笑了笑, 就看张某聪不聪明了。 王爷呢? 碧云便回道, 王爷昨夜与姚先生等人一试, 天不亮便出了门。 话音刚落, 外头便传来下人请安问好的声音。 王爷。 傅民华抬起头, 就听到外间传来脚步声, 拖了大厂的烟锥大步进屋, 头发上原本飘落的雪花, 在屋里热气包围之下, 化为水。 将他一头乌泽发亮的头发浸润。 一路回来, 外头冰天雪地, 他的脸被冻得发白, 眼如点漆, 嘴唇紧敏, 绷出冰冷的线条。 看到傅民华时, 脸色才软和了几分。 傅民华站起身来, 他比了个手势, 制止他的动作。 下人连忙去打了热水与帕子进来, 他接过拧干的帕子, 擦了把脸, 这才做了下来。 昨夜与姚氏等人商议了一些事, 早上去了萧綦军卫所。 他正处于英姿勃发的年纪, 精力充沛, 妻子孕中他有力无处使, 天不亮便去了萧綦军中, 与人对拼武力, 发泄一通。 傅民华点点头, 并没有过问他去萧綦军有什么事, 趴在矮桌上就道, 嗯, 我想见见张某。 他听了这话, 神情一顿, 缓缓道, 张某入狱了。 凤茶的子更听了这话, 动作一顿。 这样的结果, 傅民华早早就猜到了, 从张某得罪荣妃的那日起, 荣妃就没有想过要放了他。 今日一早, 家安帝令人将张某召入宫中, 并让张某悬丝枕脉。 张某为荣妃枕出了喜脉, 荣妃当时却忍不住笑出声来。 帘子被拉开, 悬柱的丝被附在了一只胡凳脚上, 张某却枕出荣妃有孕, 自然是医术不惊, 被家安帝下令入狱。 近来, 被屡次传闻呕吐, 汤水难尽的荣妃笑意淫淫, 隔着层层沙围, 看着面如似灰的张某。 傅民华拧了眉, 绕了这么大的圈子, 就是为了杀鸡给侯看。 处死张某, 害死张氏一脉, 就为了让天底下的人都瞧瞧, 胆敢不听他话的人的下场吗? 烟锥握了他的手, 再掌心把玩, 看他食指鲜鲜, 柔弱无骨, 一双手如羊之玉, 美不胜收。 闻听这话, 便神色淡淡。 近来皇上明显不惜阉信, 之前还为了太后, 亲自鞭择玉坛。 此举, 对跟随荣家的义干人等有些打击, 朝中不少人觉得战位太早, 急于想要抽身上岸, 官网行事。 荣妃如此做, 也是迫不得已。 贝弟弟, 怕是有戎屠英指示之功的。 走到这样的地步, 已经不是戎家的人想抽身, 便抽身得了的。 他们身后还维系着 数以百计, 投靠戎屠英而谋富贵的 昔日世家子弟。 还有朝中, 以苏颖等人为首的朝臣。 戎飞想杀张谋, 便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威信。 他对太后动手, 家安帝却没有斥责于他, 反倒对他多有维护。 如今, 戏耍张谋, 却使张谋入狱, 更显得皇帝对他看重。 如此一来, 朝堂之中才能平衡, 哪怕烟锥手握重兵, 为大唐立下赫赫战功, 可后宫之中, 荣妃仍是一家独大, 朝堂内荣氏一门, 也不是没有崛起希望的。 烟锥的目光, 落在那如膏枝一般, 晶莹无瑕的玉手之上, 神色温和。 原娘猜测, 接下来又该如何呢? 荣妻大人又要升官了。 她冰雪聪明, 烟锥拉了她的手, 一使力将她搂进怀中, 听了这话, 将头埋在她发间, 闻着那清幽的香气, 笑出了声来。 家安帝将童中书绳下, 平张一纸, 吊在戎图鹰面前, 仿佛拿了一块肉, 喂狼, 让狼能时时闻到肉的香味, 却又迟迟, 不时其饱足。 如今借此事, 可算是让戎图鹰如愿以偿了。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只是谁是螳螂, 谁又是黄雀呢? 戎妃暂且不能动, 不过大乏不行, 小惩确实可以的。 让我来。 不。 傅明华按住她的手, 扭转细腰, 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她笑意满面, 眼神却很坚定。 有些妇人间的事, 还得我来。 眼锥扬了扬眉, 一双凤幕, 溢满了神采。 半晌之后, 开口道, 你想见张某, 上午过后, 过来书院。 她这是妥协, 硬承将荣妃交给傅明华来处理。 温香软玉在怀, 天锥却以极大的自制力, 将手放开了。 她要做的事情很多, 能过来搂她说说话, 已是几波出来时间了。 与中信郡王大战在即, 朝中紧张氛围, 一触即发, 哪怕是她如今已经兵权在握, 但仍是步步为营, 十分小心。 三郎不睡一会儿, 傅明华看她眼中的血丝, 皱了皱眉。 她昨夜与幕僚一室, 早晨天不亮又去了萧綦军, 此时前往外远, 显然不是要歇息, 而是有事要办。 她心中有些担忧, 让人取了自己之前背下的, 镂空金球香囊, 里面装了一些提神醒脑的香料, 亲自挂在了她腰间。 烟锥叮嘱她不要送自己出来, 但她仍是取了大肠, 点脚与她披上, 看她顶着风雪, 身影沿入另一侧拱心门外, 才将目光收了回来。 张某已经入狱, 但既然烟锥说让她晌午之后过去, 就必定是有办法, 能将张某暂时弄出来。 傅明华午时歇息了一会儿, 就听外院有侍人进来传话, 说是王爷背下了轿子过来接她。 张某已经等在了烟锥院外中一侧书房之外, 诗人传话道, 王爷此时有事走不开, 您先且坐坐, 见一见客人, 王爷稍后边来。 傅明华点了点头, 内侍亲自为她将门推开, 着一身青色素袍, 脸色有些惨白的昔日太衣令, 只堪堪沾着椅子边缘, 望着地上发呆。 听到响声时, 张某转过头来, 就见到, 披了斗篷的人, 在丫鬟婆子的簇拥下, 低头进来。 张某站起身, 就见到进来的人抬起头来, 露出秦王妃那张含着笑意的温和面庞。 她痛恐一缩, 其实早有预感, 可能是傅明华想要见她了, 但是真正看到秦王妃站在她面前时, 张某依旧心脏不停地跳起来。 傅明华伸手, 将太在头上的帽子扶了下去, 披了青色斗篷的丫鬟, 将她斗篷的袋子解开, 取了下来。 傅明华进了屋, 温和地看着张某点头, 太衣令。 张某脸上便露出苦笑之色, 叹了口气。 不敢得王妃这一句称呼, 如今只是罪人之身罢了。 那可不一定。 傅明华微笑着说, 一面便朝早为她准备好的椅子上, 走了过去。 她坐了下来, 张某却褚褚不敢坐, 脸上拢着愁云。 太衣令如今最担忧什么呢? 傅明华坐了下来, 又有下人为她端来热茶, 让她碰在掌心。 她抿了一口, 垂毛凝视着热气腾腾的茶水杯。 太衣蜀中时时提心吊胆的, 自那日紫兰殿她赶到为傅明华把脉之后, 荣妃的眼神便已经使她心中有数了。 她露出一丝苦笑, 一张清绝的脸上露出无可奈何之色。 只是担忧家里, 怕下官累计家中高堂, 妾儿等, 使来挑性命来。 荣妃设局要害她, 躲是躲不过的, 她只是遗憾家中老母亲以及妻子儿女等。 她的目光落在这位年少, 却气度端雅的秦王妃身上。 今日, 秦王将她带来王府, 她嘴唇动了动。 王妃娘娘, 不知王妃当日所说的将计就计, 可还作数呢? 将计就计? 傅明华笑着抬起头来, 望着张某看, 语气似是有些好奇, 张某点了点头。 嗯, 您让人传话灼精, 说是一记姜汤, 至太后之急, 一服姜汤药剂, 不就是姜记? 换而言之, 不就是姜记就记吗? 她果然是个聪明人。 傅明华将杯子一放, 缓缓点头。 一旁, 碧蓝瞪大了眼睛, 脸上显出惊异之色。 显然, 当日傅明华让她传话时, 她并没有想到那里去。 太医令当日开了这药方, 不也是等着这一日吗? 傅明华含笑着问, 张某沉默不语。 行走宫中多年, 张某除了医术精湛之外, 也绝对不是个傻子。 如今, 荣妃假装怀孕, 是想引你入套, 想要治你。 既然张某已经将话挑开, 傅明华也不与她绕圈子。 荣妃怀孕之事太巧合了, 崔贵妃一开始提及此事时, 傅明华心中便有些不幸。 当日, 张某得罪了她, 傅明华便猜测着 荣妃这般动作, 怕是想要治张某的罪。 毕竟, 若荣妃真的有孕, 崔贵妃的眼线 也不可能这样快得到消息。 怕是, 崔贵妃安插在她宫中的人, 早就已经暴露了痕迹。 荣妃却不动声色, 故意将计旧计, 利用此人传递一些 她想传的消息 到崔贵妃处。 否则, 若荣妃真的怀孕, 她能在这后宫之中 先后生下一子良女, 其中, 还是在崔贵妃虎视眈眈之下, 不可能没有一点本事。 荣家送甘菊入宫, 实在太过刻意, 事出反常, 必有妖, 无论是荣妃是真怀, 还是假怀, 既然她敢这样做, 傅明华一开始, 便预备着, 要将其救济的。 太医蜀中, 张谋得高望重, 在一干人中声望很高, 荣妃就是没有怀孕, 傅明华也会让她有孕再生。 只是, 不知肚子大了, 她要怎么处理? 傅明华一开始如此打算, 也有想替烟锥伴住荣妃的意思。 一开始, 傅明华就想逼她, 骑虎难下, 所以当日才会使碧兰 在赏赐张太太时, 让她带了那句话 到张太太耳朵里。 张谋似是听懂了她的意思, 嘴唇却是动了动, 认真的道。 王妃娘娘, 荣妃确实怀了身孕。 傅明华眉梢一阳, 神色渐渐严厉, 张谋脸色发白, 却又重复了一句。 王妃, 荣妃确实身怀有孕。 王妃娘娘,